各位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脏霸潮人 这期视频可能是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期视频了 我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开心每一天 也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不让初心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有趣的视频内容 好的,我们回归视频 脏霸潮人这个组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组合 技能的向性也非常的好 有防御,有爆发 脏霸的横江能为曹人提供更高的副潮风属性的加持 调选后能够压制敌方的手牌上线 或者是我们多摸一张牌 而曹人的巨手多摸牌的属性 又能为组合提供一定的恢复能力 并且巨手也是一个拉牌差的技能 那么敌方手牌上线被压制的同时 我们横江摸牌加巨手多摸的牌 此消彼长,排差就会拉得非常的大 但是鉴于曹人方面 在团战中过于托团队的节奏 所以建议这个组合尽可能的拖入后期的单挑 因为这个组合单挑的排差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它的单挑能力也很强 好的,下面我们来通过一把实际的录像 看看这个组合在实战中的发挥 好的,选将环节我们肯定是选为过 这个弥芬人姜维这个组合实在是太差了 因为弥芬人姜维这个组合 虽然说姜维的放副将的个人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也逃脱不了 这个组合是一个三血小脆皮的一个属性 所以这个组合在前期中期 有可能就会被在乱战中被秒掉 曹仁、脏霸这个组合是一个四血的武将组合 而且脏霸有一定的复仇统 曹仁有一定的个人进攻能力 所以这个组合的像性是非常好的 推荐大家选择这个魏国 前期我们看一下 前期我们放快点 放四倍速放快点 因为这期时间是比较长的 现实中首轮有人雷陷有人逃跑 这种情况在我们排局中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后期 因为这把前期没什么谅解 其实我们手牌有一张万剑有一张杀 就相当于我们有一张杀有一张闪 所以我们就不用换这个手牌了 这人开栏 开栏我们不用管 所以我们换简一马过吧 手牌没有溢出 还是不要挂这个刀 因为你挂刀 他有可能会被8号拆掉 或者是被别人借刀 借走 黄盖出来爆一波 黄盖去打一个四血也没什么问题 让人看一手七号 这个看三血的应该不太像位 因为魏国你看不看你直接打就行了 那卖血他就出来了 不卖血他肯定不是魏国 所以看三血的一般情况下不太像魏国 这8号都不亮将了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发现这个 1号和8号 基本上跟这局游戏就没什么没任何关系了 出了一个铝布 雷奖那旺席还是请客貂蝉的雷奸呢 我们借一手刀 把铝布的距离给限制掉 因为铝布是一个菜刀 菜刀还是比较吃距离的 这种局面其实是非常难打的 铝布选择就一手 他还怕那个人是队友 这样的话会送群羽很大的爆发 不过是两个数过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出 这个这把游戏真的是机会非常的小了 这波铝布有个失误 它是应该让这个黄盖先出杀的 我们这把出来一波 我们准备打一下 这个秒一下铝布 看能不能把铝布给秒掉 这时候我们现在不能翻面 因为这时候我们要尽快打这个铝布 因为貂蝉每回合摸三张牌 我们翻面是非常亏的 这波万剑我们能放 队友没有配合我们卖一手 卖一手的话输意还是非常高的 他可能认为自己被乐了 有杀 这里这个桃子我们肯定要救一下的 那要赌一下雷蝉这手里面是一张桃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结明很多张牌 可惜他手里面那一张 最后那一张不是桃子 那么这里我们就非常非常难打了 其实到这里我们这把龙蝉 只能指望这个雷线的人回来 如果这个雷线的人不回来的话 我们这两个人肯定是没机会的 因为这个黄盖 我们还要被这个人雷尖 这个闪电有可能是我们翻番的一个机会 但是有一个白银狮子 那我觉得这把希望非常小的 他想寒凭一下我的装备 而且可能他手里面有属性 我觉得有属性 他应该可以去杀黄盖的 因为他是寒冰剑 到这里我们现在想推死这个 吕布貂蝉是非常难的 这时候我们寒冰 寒冰也不行 寒冰因为寒冰的话 他会把盘里让出去 所以我们直接选择掉血吧 压一滴血是一滴血 我好在这个 让说一个助农 助农还是比较克制雷尖的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打的 现在是一个三打二的状态 但是我们要面临被雷尖的情况 好 闪一手 我觉得黄盖应该出一张杀 这样的话我可以发动一下技能 没办法 其实这里三打二也是非常难打的 所以我们就不选择翻面了 现在吕布貂蝉肯定是推不死的 我们现在只能推死这个孔的话 现在进行三打一的一个位官 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机会 每回合杀一发雷尖一发 真的是受不了的 其实我们杀蔡文鸡是非常爽的 因为蔡文鸡如果看一个黑桃的话 我们马上可以通过剧手 赞回来 希望这波勒能够命中吧 这波勒命中的话 会压制一下群雄 会压制很多 好 这个勒命中了 非常不错 如果这个勒出来的话 我们有可能帮 还是我们换原先的思路 我们现在还是把这个菜线吃掉 吃掉的话 现在我们就好打一些了 不然的话 我们打这个貂蝉的话 这个蔡文鸡还在不断地背歌 还是非常难打的 我说一手 让诸葛放蓝蛮 这样的话可以压制一下旅屋的血线 好 里面还有一张桃子 这时候我们就不要选择救了 因为我们就 把他救起来之后 我们还是要离间的 没办法 他把我的距离给限制掉 因为我们外张刷的话 我的杀是强命的 没办法 我们现在出逃过 这时候我就没选择救手 因为如果我们选择救手的话 我的手牌现在七张牌 这样的话诸葛亮可能会 不打这个吕布 因为我翻面的话 七张牌 诸葛亮有可能认为他打不过我 这样的话 其实我不翻面的话 我的状态 现在还是比诸葛亮要好一点了 其实这里 我们能翻面就翻面 因为我们实际里面有闪 我们就选择翻面 但是最后我发现 其实我们翻面也是不好打的 非常非常的不好打 把他的距离给限制掉 这时候我们给他 跟他是拉排插 打排插 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排插 来打败这个诸葛亮 因为他是一个魔法白板 但是诸葛亮有一个八卦战 还是非常难杀的 我们手里面现在没有闪了 还是有点虚的 我换一下 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打一下 但是没有 现在就非常难受了 因为他现在不断杀 我们每回合还要跟他拼点 他现在可以拿费牌 拼我的个大点 这铜甲也不能挂 这每回合杀一下拼一点 我们还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我们曹人打这个诸葛 诸董还是非常难打的 好的这个乐天度了 如果这个乐不天度 我觉得我就要输了 我们只好 因为这个磁雄双狗剑 我们是打不出效果的 所以我们去换这个青钢剑 跟他打 这时候我们就学聪明了 我们手里面有杀 我们就不选择这个 翻面 锯手 我们现在有杀就不选择锯手 赌他下一轮断杀吧 我们现在杀一刀 锯手这种情况是 我们有防御的话可以选择锯手 我们现在有这个防御牌 我们选择锯手一波 这样的话 有险的话他可以扛他一轮 他两轮摸一张杀 很正常 但是之前是每轮都有杀 不过我们这个锯手这个技能 还是打出了一定的排杀效果 不然的话 我们最终的那个决斗了 过拆了 都是通过锯手 锯手换来的 所以这个单挑还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这个只要把握好 锯手的发动时机 打这个诸葛 如果诸董还是比较容易的 也不是比较容易吧 也是非常难打的 还是看运气 比如说我们那个勒 没有天度 我们也输了 他每回合不断杀 然后不停地杀我们 我们也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还是看运气吧 我觉得这两个 最终的单挑是一个 五五开的一个局势 或者是他六 我四的一个局面 不过是我初始的状态 比他好一点 如果初始相同的状态下 我们肯定是打不过的 好的 视频环节我们就到这里 好的 排队的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波 这把前期非常混乱 有人雷拍 也有人逃跑 但是后期还是非常精彩的 当吕不貂蝉 加雷让菜出来之后 大家可能认为这把 学雄一定能摇 当时我们 我也认为我们的机会 非常的小 因为我这个 大家个人能力 是非常的弱的 团战能力 是非常的弱的 而且 我们跟黄盖 还要被这个 雷让雷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 思路是 先推这个 铝不貂蝉 但是铝不貂蝉 还是非常难推的 有 有杯哥 有礼让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选择 吃菜 吃菜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盟友方的 过排优势 就能够体现出来 铝不貂蝉 每回合 非常强势 他也是摸三张牌 但是我们 两个人就是摸四张牌 三个人就是摸 六张牌 这种强大的 过排能力下 铝不貂蝉 虽然个人能力强 他也是打不过我们的 最后诸葛 烧死了 这个残血的 铝不妖蝉 最后我们进入 一个不平衡的 并不平衡的 单条状态 起手的 我们的状态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发现 单曹人是打不过 祝荣 祝荣 诸葛亮的 因为祝公诸葛亮 诸荣是一个 单条能力 比较强的武将 他这个猎刃 如果虐刀之后 还是有一斤的 排杀能力的 最终我们 艰难的 我们巨手的发动 在这里 我们说一下 巨手的发动设计 我们起手的思路 是我们无脑巨手 但是我们发现 无脑巨手 还是打不过 祝荣的 最后我们 改变了巨手的策略 我们在 有险的情况下 我们发动巨手 没有险的情况下 我们出杀 选择不巨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 打出优势 最终通过 青光剑 迅速地 击杀掉 这个 诸葛诸荣 所以这把游戏 还是思路上的改变 一开始我们 击杀全球的时候 思路是 先击杀这个 铝布调整 先击杀强将 最后选择 最后考虑 谁吃菜的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还是行不通 最后我们的 思路的改变是 我们还是 所以这把 思路的改变是 我们巨手 无脑巨手 到 有选择性的巨手 所以 我们还是要 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 有时候思路是 选择这个思路 但是这个思路不中血 我们就要根据 现实情况 去改变游戏策略 不然的话 我们就要 如果无脑的巨手的话 肯定会 被这个诸葛给击杀掉 如果我们无脑的 大力不貂蝉 我们肯定会 崩得非常的快 好的 这是这把游戏 我们主要给他 介绍的一个 游戏思路 好 今天这期视频 就到这里了 喜欢及格解释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